王贤 勾上帝王他 入宫未应向皇帝问起时 皇帝抱着他 笑道 别人有的 我们家献献也要有 是不是 陛下受诞 朝中惯例休暮三日 朝臣若是有什么恩典 趁这几日求取最事相宜 午后安乐王亲自入宫请安 向皇帝奏请立自己的长子 为安乐王世子 蓝湛文言 未知可否 大敬赐下的这个爵位 安乐王倒是真想 世事代代传下去 他记得献献为安乐王第五子 是安乐王原配发妻所处 而如今的安乐王妃是济氏 但与长子、次子、第四子与第八子 若真论起来 安乐王妃在献献生母世事后不久 便被扶正 她的孩子自然算作嫡出之子 且看情形 安乐王似乎未将献献放在心上 蓝湛和尚奏折 准了安乐王所请 三日后 册封旨意传到了安乐王府中 地下旨 册立安乐王长子为世子 日后习安乐王爵位 安乐王妃喜不自胜 神情自得 目光挑衅般地转向魏英 却并未在对方面上看到失落与不满 魏英神色如常 像是丝毫未将此事放在心上 宣读完旨意 尚未等众人谢恩 宣召官紧接着又取出另一封圣旨 册安乐王第五子魏英为宁王世子 待冠礼后席宁王爵位 魏英谋中划过几分诧异 在身侧之人的提醒下方 如梦初醒般 接了圣旨 安乐王对此并无想法 魏英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自家多落一个爵位当然高兴 倒是安乐王非银牙暗咬 面上却还得装出一副欢喜模样 他侍奉安乐王多年 但与王寺功劳不小 却被先王后无故压了一头 儿子也矮魏英一劫 好不容易熬到先王后过世邻家败落 长子如愿成了世子 竟还压不过魏英 让他如何能不恨 可看魏英那个草包模样 像是完全未预料到 皇帝此举 虽是是恩安乐王府 却实在可恨 魏英的确未想到此事 一日入宫 他向皇帝问起时 皇帝抱着他 只笑道 别人有的 我们家县县也要有 是不是 安乐王不给你的 朕给你 简简单单一句话 却让魏英心中一酸 安乐王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父亲 他子嗣众多 能得他关照的儿子 屈指可数 他曾经也渴望过父王的疼爱 可父王不喜欢母后 也不喜欢他 从小到大 他得到的所有的偏爱 都来自王祖母 既有了自己的爵位 魏英便可另行开服 此事兰战格外上心 底下人当然不敢怠慢 精心选了十余处宅邸 待兰战过幕后 留下了其中五处 他将宅气一一呈给魏英 现现瞧瞧 喜欢哪处 魏英并未如何挑选 毫不犹豫 选了离安乐王府最远的那处 兰战心中了然 吩咐人收好房契 大总管领了一人上前 功身一礼 陛下 世子殿下 这是内庭选来的孙管氏 既能被选中 孙管氏能力自然是一等一的 他面向敦厚 看着很适合起 蓝战满意点头 对魏英道 孙管氏会陪你过府 打点府中上下 再让内庭选些人过府侍奉 魏英从未长过家 蓝战不大安心 下一时替他安排好了一切 见人嘟着嘴的模样 蓝战明白过来 笑道 朕倒忘了 献献自己的府邸 应该自己做主 是不是 原先 他出宫入主东宫之时 父皇与母妃也想 事事为他周全 他那时一时不愿的 蓝战想了想 道 只让孙管氏跟着 其他的人都由线线自己挑 可好 魏英很懂事可而止的道理 只不过蓝战如此纵容于他 远远超出他的预料 蓝战笑着吻了吻他 第二日他的线线 便带了孙管氏和温宁 熊啾啾气昂昂地去了京中雅行 忙活了一日 回来时 他的线线洋洋得意地同他说了许久 我专门挑了京中新开的一间雅行 二哥哥想 他家是新开的 若是想在京中尽快站稳脚跟 必定需要名声 就不敢吭骗我 线线显然是第一次长家 兴奋得不得了 同他说个不休 蓝战含笑耐心听着 时不时点头夸上两句 他早便听孙管氏说了 小公子进牙行选人 几乎是看谁可怜就挑谁 大静原先与南唐交战 饶是再怎么不侵犯平民 终归还是有南唐百姓受战火所害 沦为流民 小公子挑了些人 又让他帮着长眼 他赶紧趁机选了几个精明利索的 总不至于一府上下 没几个会做事的 都要调教 此行一共新挑了二十二人 府中只小公子一个主子 再加上安乐王府跟出来的人 足够了 新修气的宁王府中 孙长氏一早选了几人上街采买 后屋内 十八人跪在魏英身前 属下等参见主子 主子入大境时 随身只带了温宁几人 南唐葛安庄接案主子命令引逆 各司其职 并渐往京都派遣人手 原本他们以为还要等上许久 却不想这么快便能重回主子身边 实在可喜 这间牙刑是主子命案装新开的 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半成流民入京 而为首之人 由孙长氏亲自挑中 免去外人许多怀疑 魏英简单交代了几句 大境虽已对他们放松警惕 一切仍需小心为上 还有 魏英顿了顿 宫中派来的孙长氏 你们都须敬他几分 不可造次 皇帝遣他来 终究是一番好意 魏英明白 是 属下等遵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